跳蚤是一种吸血性体外寄生虫 犬一旦感染上跳蚤 将影响其正常生活 跳蚤是细小的无耻的 非常喜欢跳的一种吸血性体外寄生虫 它以水液为食 在吸血的时候 同样还会引起犬的过敏性的搔痒 如果是说发现狗狗身上有跳蚤的时候 可以按一下这种方法去操作 第一个就可以去找到身上的跳蚤 并且用一些避湿这样的一些体外梳子 然后将其梳下来 然后将它去掐死 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用一些市面上的一些商品性的 除跳蚤的药 然后去把它杀死 第三个的话 像对于狗窝 经常要去到阳光底下清洗和曝晒 第四个的话 平常注意狗窝的体表卫生 要经常去洗澡 经常去给它梳理 这是防止跳蚤最有效的办法 如果是说身上已经有 因为跳蚤定咬而引起的皮肤问题的话 一定要给它清创和消毒 如果是说比较严重的话 建议再到医院去处理 请不吝点赞 łb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